請查看 哈囉大家好 我這次呢 要分享一款粉底 他是針對於油性肌膚所設計的粉底唷 是這罐LEDIA 他的eleона數是三十ml 但他的用量非常深 他的質地非常水潤 非常好推匀 延展性非常高 那他採用的是滴管設計的 就像這樣 那它這一罐呢,最主要就是還是有含有物理防晒 它主要是SPF35,其實是算最基本的 那基本上呢,大家出去的話 就算是艷陽高照或是夏天到了 可以去海邊的話,擦上這一罐也是沒問題的喔 那它這一罐呢,主打的話就是貴婦肌 就是上妝之後就會有自帶貝殼光的光澤感喔 你就不需要還要上一些高光打亮的那些東西 就是自然的讓你底妝透亮出來 就是有那種PS過的那種光圈感 那我現在呢,是已經上妝完了 之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妝感 它的遮瑕度呢,其實還算不錯 它大概可以遮蓋我的雀斑 還有一些瑕疵大概有八成左右 但是不至於可以百分之百完全的遮蓋掉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底妝是非常的透,很薄 它不是那種很厚重感的 可是它卻可以感受到你的肌膚是那種 很有質感的柔滑肌膚 但是又有一點帶光澤 它就是要呈現給你有一種貴婦肌的感覺 地方會常常會有龜裂的問題 其實它都不太會 因為它的用量非常省 大概就是你擠一滴一點點 其實用海綿去推勻就真的非常方便了 它整張臉上妝真的也不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它的保濕度 其實對於油性肌膚者來講 是非常足夠的 它不會過於太乾 但是它控油度 我覺得個人還蠻不錯的 是讓我有點驚訝的部分 那因為它持妝的完整度 我覺得是大概有70至80分左右 它掉妝的速度不會非常快 但是我覺得它可以呈現妝感的完整度是還OK 它不會說讓你像整個臉就是 龜裂啊還需要補妝幹嘛的 如果你覺得光感肌不太喜歡那麼亮 那你可以商點蜜粉 可以讓它有一點呈現霧面肌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這個底妝真的非常棒 我很推薦給油性肌膚的人 真心推薦這款底妝給你們大家唷 又讓大家不要緊 就是白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